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涌上来 也得非常的努力 那么动静心思 给大家看 争票 到2016 其实我相信台湾都是一个非常热的政治热记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样的招 选举的招最有效 最有票 什么样的招最让人感动 什么样的招最烂 花最多钱 但是又没有票 今天我们要请的来宾 这边是有参计经验的 这边可以说是评论者加测试 第一位是曾经起心动念要选市长 现在还是选市议员 陈明毅 陈议员 陈议员 你好 黄一好 观众朋友晚安 那么另外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蔡黄郎 蔡委员 蔡委员 你好 大家好 以及这个媒体的朋友 王思琪 思琪好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动物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 胡博言 胡老师 胡老师 溜 大家晚安 以及自身的媒体人 林楚音 楚音好 郑大哥好 各位众朋友 大家晚安 好 楚音长这么漂亮 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老公就是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对不对 那这个梁文杰也是有非常丰富的险战经验 平常会不会跟老公讨论啊 呃 其实我们比较会讨论别人的选举的东西 对 那所以说在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会从他那边听到很多别人的选举 因为自己的有时候反而就已经焦头烂耳 反而讲别人的比较轻松 哦 那有讨论过别人的招 有没有过看过高招的 以前选立委的时候 通常都是自己人瓜分自己 绿的绿的票 蓝蓝的票 其实我觉得最高招还是在选前的时候 丢出民调很危险 哦 危险牌 对对对对 危机牌就对了 没错没错 那会不会讨论到这个对手 就是恨得痒痒的说 哇好贱哦 这个人好贱 出什么贱招有没有 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那我还是讲的是说 同选区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有时候你感觉说你的对手可能是蓝 绿的你可能对手是蓝的 蓝的对手可能是绿的 初选就是对手是绿的嘛 那如果是 大选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多席次选去的时候 常常也是会这样 哦 对对对 那比如说有时候你一个很漂亮的砍棒挂上去了 那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这个建筑物招牌上面 那因为就是比如说 建筑的法规啊什么就讲说这个砍棒可能是大楼外墙啊 不能挂啦 或者是其中选有规定什么三点不漏 就会有人去告发 可能你今天挂上去下午就说环保局收到来拆 啊你就会说奇怪啊谁这么1999这么有空 结果去调查才发现说 同党同志 是 梁文学出过这个亏 是没有但是我听过别的选区有人这样子 他还算运气蛮好的 对 也是立赢打立赢就对了 对或蓝赢打蓝赢 就是这种 然后你就常常屡见不鲜 就说明明就是自己的 那个人会发现 诶 其实是自家人在后面给你冲坑 这也难得有机会可以上电视报报仇嘛 你要不要把他讲一讲 没有梁文学他其实还蛮早跟我讨论他的 他喜欢跟别人讲别人的 哦 那就讲别人没关系啊 OK 明英兄你要选市长把招牌挂出来 我有看到在新闻市很大 多几面啊 我当初应该有20多面 20多面是这样花多少钱 反正我大概在市场初选 整个下来将近要200万 连公车广告 那10几面再加上公车广告 才100多万 200多 将近200万 那可是后来好像不是吗 不是要选市长吗 后来因为我的先绝条件是 这也是花招 也不是 朱市长如果不选我就一定选 那朱市长选我就 因为他选的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当初有这样承诺 所以我其实当初就是两个版本 我就把市长初选的那个部分 又做了一个新的把它贴上去 不是整块换 因为大块太贵了 我们做那小块的呢 再把它补换的话 大概1000块钱 连贴公 好啦我这样问好了 你选这个本来是代表嘛 你是五股的代表 五股相代表 那后来议员几届了 一届先议员 一届市议员 那你觉得 从政到现在最有效的一招是什么 挨兵 挨兵 还是危险牌 告急 真的 你怎么喊 选民失落 其实我的选举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我的选举 每一次选举都是告急 因为大家都说你要想想 因为他们所谓的空气票 因为不知道我们在选票 因为我没有条件 我也不是那种组织性的 每天在上电视 这倒是在歧视 比如说你刚才讲 我讲奥伯 我可以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 你认识的伯文 何伯文 他跟吴医生选举的时候 吴医生在我们那边 出了好大的反目 在大楼外面 然后那个当然说 这个正义临栏的广告 何伯文就在旁边 他的旁边坐一块 然后就手指着他 然后就写就是说 反正就是影射他的那个绯闻 什么叫影射 这还需要影射 他就已经去了 承认了还影射 你何必问你的同长同事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选举要打自己 做人要讲道理 选举要打自己的牛肉 他就指着他 指着他 那那个内容就让人家觉得很灰谐 那就很痛苦 你要拆下来 大家就觉得说 你自己心虚的 你不拆下来 每天就好像有个人在旁边指着你 你知道 我觉得那个广告是很困难 也达到那个效果 达到那个效果 那第二个 我问你喔 那个广告 你说他拍的正义领栏 对不对 那去了维格 如何正义领栏 其实我想 这东西有时候 私领域和公领域 你要这样讲 反正结论他是当选 正义领栏就见维格了 我的意思说 结论他还是当选 那选民可能 选民对于他的公领域的 可能是肯定 私领域就不一样 第二个澳伯就是怎样 在 我们讲民进洞 等一下才气有夫人 就是蔡其他胡林 在那边放口额语 我在选代表 第一次要选议员的时候 被放个口额语 很惨 每天在消毒 说我跟我哥哥不合 我把家产都夺来了 所以我现在房子 什么都是夺哥哥的 我是毒子 你知道吗 可是你有没有人相信 好多人相信 我的国中老师打电话 给我说 秘义这个事情你快处理 叫你哥哥出来帮你澄清 我说老师我没有哥哥 怎么可能 大家都说你跟你哥哥 抢家产 这个很惨 第二个你刚才讲到 我最近还好 好不能刚刚把这个事情解释 很多人都说 你同党跟你放的 民进党放你干嘛 票又没有同党 本来就是同党 刚才就讲 多席式的选举 敌人在党内 民进党还 民进党 国民党 不太差了 你们公民党的东西 怎么想这么浪动 我可以告诉你 单一选举的话 一定是互相对决 多席式的就是这样 尤其我在我们的选区里面 我会跟他们比较有市场区隔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一个问题 他常上电视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优势 现在变成缺点 他就说他都去探2千3千 无心问证 事实上呢 事实上你都易会去看 我的出席率 跟我的所有过程中 我觉得比他们高 可是他会说对呀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还好 我最近就把我的策码费 100万捐出来 大家说他不是为了要探2千3千 但是我把这个 钱的部分解释清楚了 还是有很多人说 贏了才有贏 我贏了都看到你出电视 其实有时候9点到11点live 那是我们休息的时间 是啦跟大家讲 借机宣传也是花招之一 我是很诚恳开诚布公 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选举 他碰到这种奥薄 但是想起来 上节目也是一种 政治上面的责任 帮陈明英讲一句话 真的 其实他也没有跟哥哥争财 因为他也不需要 人家财多到不用针 OK好 这个花招摆出 等一下我们再来 请教其他来宾 先休息一下 这段话 选举都同样 台湾花招进出 在国外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是民主国家 你需要票 你就要想办法 这是挪威的总理 总理很大 这是挪威的总理 人家已经做多久了呢 已经做12天了 那他呢 这个有一天 就去开计程车 他说他要跟民众互动 可是人家当计程车司机 他可没有让人知道 他都戴墨镜 巧扮问奖 请听民意 那坐车的乘客呢 得知实情以后 惊呼连连 那马总统 开车车 我们去接下 他的车车 我们会惊呼连连吗 脚轻 当然会吓到 脚轻 怎么脚轻 趕快下车啦 那为什么 因为他很久没有 他很久没有自己开车 所以坐他的车 应该还蛮危险 这个人不跟他握手 谁跟进行车握手啊 但是会找钱会碰到 要小心 然后呢 他就都是戴太阳眼镜 那其中呢 这个会碰到有一个阿嬷 阿嬷坐进来以后 有跟他骂说 这个我们挪威的这个 公司的大老板 薪水都太夸张了 那索登伯格 他也跟其他的 寄行车司机一起 在路边排班 比方说 你是上山企业 你也要排班 那可是他都没有透露 他的身份 那所有坐上他的 这个乘客呢 都免费招待 免车支 这样 那他说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 能够请兴兴力 因为平时没有这个机会 来 蔡委员 你想你现在这个议员几次 我不好意思了 我25岁就算计算到现在 25岁当正名代表 我跟民力两冠 最基层的代表 我选了两届的议员 连任六届的立委 哦 你可以退休了 難怪男头都没有年轻 我30年了 光明力代表就是30年了 最有效的一招是什么 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感动 共民感动 所以我说几个感动的故事给你们听 过来 过去30年前一般老八世 对这个送医疏 真的重视 分伤伤伤伤 现在也很重视 不 现在一直简化 我们的雷手一直在干化 过去我们都知道 高雄的那个董事主心仪 他在当年轻的时候 去其他人的时候 当年轻的时候 就是轎进去 那种的就是生意嘛 但这时候不行了 这时候人好人好路 就没在轎了 你去那里面轎 因为我就说雷手在扁嘛 村基在扁嘛 但是30年前 30年前那时候 很多人都中这个 最有一次的告白心 所以 他早上都在那里面的时候 这民意代表来 如果看到主席他来 高雄那里的民意代表来 这就是没有票 这就是没有票 对对对 他就入去很生意 就搬进去 冷藏那里 整个就能带 往往搬进去 他都差不多到冷藏 到那个那个 郭北市 门口那里就搬进去 室友的门口就开始搬 室友的门口就开始搬 室友的门口就搬进去 那有人很感动 所以30年前那种很感动 就是说 用生意 用行动 表达我对市政的这个境中 所有的家属都会说 哇 这民意代表 做到这么 做到这么高的 人来 室友的门口就搬 这就是感动 有票 有票 当时非常多票 但现在不行 因为我刚才说 人家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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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现在主要说 狡魂交情 搞到党主席要出来 那个 道歉 小型是你们说 我们现在新北市正在进行市 還有民意人 不不不 朱新頤 有一个 官的民意代表 我們怎麼想wno乎他們 我們打字 Hello Internet 我們爭 JOE 那個效果怎麼有的 如果一次就散開 我幫用駛鼓喊 說完 那他就買吃 邊茶好看 pregunta兒是吃掉 咚啥事情 阿伯阿伯阿沒вет 你們這樣你就這樣 跟著用 那就不夠了 我在家裡想 卸腐 だけ 喝飽也不會死 噴噴噴 他隨時又發脾氣這樣 這樣就變成什麼 弄巧成爪 像我第一次選理會的時候 沒有什麼地方 我就跟著一個 我南部下看 全臺灣鄉看的那種 我跟著一個秀鄉殿的議員 我們十三鄉殿 我跟著一個鄉殿的議員 只有十二鄉殿 我們都沒有三個月 所以當時我想說 我要出奇兵 要跟民眾 有同理性跟共民 這樣就可以了 這也算發招 老實說我人也算發招 因為當時我的出身背景 就是我沒有什麼背景 也沒有什麼背景 明明還很難念 到現在還有人念錯了 我剛才去華年紀錠 我上傳兩個女兒 都差不多大學生 看我都很開心 帶你去 人家在電視鏡看 我們拍一張照片 帶你去是對的 對呀 就拍了之後 帶你去 今天剛才有你很開心 我們跟那個菜狼房議員 菜狼房 以前不太有菜媽媽 以前嗎 這名牌是牌子牌子牌子 不然這裡人家都沒有錯 雖然你出名人沒了 蔡莉也會對 用菜狼房 他女兒說 媽媽你把人家講錯 他是菜彈螂 他變菜彈螂 好歹夫說菜彈螂 所以我當時選去英明 我是出身 我沒有八截 你怎麼說 我第一次當孫 我說他還在菜狼房 我反應很好 我名片錢拿出來 請阿伯叫菜狼 他也是覺得很尷尬 很像 我也不以為他 但你還記得 我第一次當孫 立法委員的時候 如果有老記者都知道 那個時候 行政院 我是跌破專家的眼鏡 那個時候 施民德當主席 我打電話進去跟他講說 主席我南島 兩席都囂 一席澎白線 一席澎白線 一席我 兩席 我主席說 哪有可能 南島哪有可能 三席要囂兩席 澎白線有囂就很好 你就師兄大 要怎麼囂 我說哪有囂 不要吵啦 等賢爾會說久 我一直看電視 當孫子都剪一頂灰 我好久都沒有 都沒灰都沒怎麼割 我們這裡拋了 就放到扁扁 沒帶我割去 沒帶我割去 沒帶我打去 高音啊不要亂 我說高音啊不要亂 那我現在二十三十 那一天晚上十點鐘 陸陸續續 國防部長外交部長 灰坑 那個紅帳 整個 我的進行總部大概都是 我一個一個晚上去看 把我的菜房人 三個字喔 寫正確的 沒有十分之一 不是那些人 不是那些人 不是那些人軍的人 不然真的不是那些 蟲字旁那個人 那些黃不是那些 黃帝的黃 不然就是王字旁 玉字旁那個黃 那些菜房人 沒有三人嚇到 來跟日本人 要報道的時候 那錢的我好錢 沒有我 沒有我 新科的啦 哪位 我是立委 你是立委 你爸爸是誰啊 我問我爸爸是誰 因為當時動算 王詩蓉他們爸爸 就是王昆河 陳其邁他們爸爸 就是陳澤南 林耀心他們爸爸 就是營營縣長 那個叫什麼名字 幾乎年輕人當選 都有一個好爸爸 對 我沒有人 人家問說 有爸爸是誰啊 我爸爸都在面子 過了 都說過了 這個也要跟你說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軍 我真的沒有在命中 我選舉的時候 來打通理心 我個人這句比較好 提供 今年年底 要選幾個萬人 這句重點 別這麼說 正說句 好 既就 現在 哪一位 蔡螳螂 等一下繼續聊 來 先休息 先問問 好 那這個蔡螳螂委員 第一邊調理委 立法院的這個警衛 不認識他 把他攔住 哪位 我蔡螳螂 你爸爸是誰 我爸爸 我跟這個蔡爸爸 說一個說 你才不才不得出一個不錯的孩子 這個爸爸 爸爸就是 南瓜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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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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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期 哪一招最有效 我覺得有好多招 就是 不好意思 大家在期待 所以我是說 不要等下一段 不要再變一段 來來來 有好多招 譬如說 選舉到最後 那一個禮拜 那前十天的時候 你會看到街上 所有的旗子 一定都是黑色的 搶救牌 可見搶救牌是有用 而且這個選區 每一個人都在搶救 你就分不清 到底誰比較穩 搶救牌是一個 那剛剛提到那個 朱新宇 朱新宇其實超有創意的一個人 就是他的選舉 常常會有一些 很特殊的文宣 讓高雄當地的人眼睛一亮 朱新宇選舉到現在 到他死 從來沒有落選過 超強 包括里長 市議員 立法委員 全勝 譬如說他有一招 就是那時候 吳敦義在高雄選市長 然後朱新宇是要選議員 結果他在選前倒數第一天的時候 他就開了一輛12噸的大貨車 開到吳敦義的競選總部前面 然後上面裝了一個 吳敦義雕像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怪手車來 然後反正他在那邊做演講嘛 說吳敦義啊做市場做得很爛啊 不可以讓這種人上啊怎樣怎樣 結果那個怪手就當場摧毀那個雕像頭 就是他用一種非常驚悚的畫面 然後製造一個 怪手也自己開來 然後那個雕像也是他做的 卡車也是他開來的 對 12噸的大貨車就這樣開過來 然後就創造出一種 你一定會上新聞的那樣子的效果 然後所以大家就覺得哇好震撼喔 然後可是我覺得還蠻合高雄人的味 就高雄人喜歡一種 比較生猛的那種選舉味 好這是朱欣宇的創意 就一定上報這種一定上新聞 一定上新聞 而且可能會上選舉的頭版 地方版的頭版 朱欣宇他有一個錯號叫小鋼炮 然後也因此他選舉的時候 有一次選舉他就 因為既然他是鋼炮啊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個 宣傳戰車就弄成了一個 像坦克一樣 真正的坦克 對真正坦克可以發射砲彈 所以說小鋼炮 可是發射出來當然不是砲彈 就是有一個砲管 然後會放那個煙炮啊煙火 然後那個車就走到哪邊 大家都會很興奮 喔你看小鋼炮來啊小鋼炮來啊 所以朱欣宇就很會做文宣製造一些話題 那還有另外一招 這一招我覺得不太好很驚悚 我知道都還蠻驚悚 還是朱欣宇啊 不是朱欣宇 也是在南部 因為朱欣宇現在做事 你知道嗎 他還聽下去 沒有我覺得他是台灣政壇上很特殊的一位 那還有一次是在台南 1992年施明德去台南選立委 那時候施明德去台南選立委 簡直像神一樣嘛 因為美島事件的受害者 他像神一樣 所以他的票必須要衝最高 然後但是那時候 有一位另外一位黨內同志 就是牽涉到黨內分票 叫許天才 許天才也要選立委 所以許天才的陣營就認為說 其實台南的票是夠分的 所以只要把施明德的票分一點過來 我們兩個配票一下 兩個都會上 所以就不用說 你全部都一個人吸光了衝高票 所以他的競選的團隊 就不斷的在放一些消息說 要分施明德的票 那施政營就覺得不能接受啊 因為施政營是一個 反正就是神嘛 我票是沒有要分別人的 就沒有想到就有一天晚上 在這個許天才的競選 肇事晚會上 他的競選的重要幕僚 總幹事之類的 就上台 他就說 我保證 只要分施明德的票呢 台南這兩習民黨一定都會上 如果施明德沒上的話 算我的賬 那我要在這邊鄭重的宣誓 我負責 如果萬一施明德會上 我怎麼負責呢 我就自捅六刀 這一招千萬不要學 他是自捅六刀 他說什麼 施明德 如果沒上的話 沒上我自捅六刀 我自捅六刀 我先捅一刀 就往腿上刺 許天才 不是許天才 許天才的競選總幹事 一個叫陳敬毅的人 哇 他現在是失業 大家都嚇死了 當場血流如主 我覺得這個不好 對這個很不好 這千萬不要學 但是這也是選舉下猛藥的一招 然後到最後兩個人的確都上了 然後從此以後 這個陳敬毅他就有 在台南當地就有一個綽號 叫陳六刀 喔 這個太激烈 這太激烈 但是就是 當時的選舉 可能真的很 很緊張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好 對 來 郭老師 幫大家的教 我都教他 我住在我媽娘家 我們家裡面是傳統派系 教他的會議 我們教他 教我們的冷排 傳統派系 美國的會議 美國會議 說他最怕第一天 你最怕檢春節 對 他對台灣的阿公 他對台灣的阿公說 他最怕檢春節 台灣的阿公 你最怕我最怕冠天來 台外的會員說你們在玩什麼 我帶自己 不好意思 每個動物都有會怕的地方真的也不錯 我們那時候小時候我們其實是嘉義縣傳統派 我們到底是林派 現在幾派都在國民黨的時候 我們其實基本上來講 國民黨反正以前都講會有兩種票 買票跟坐票 真的那時候老人家都跟我們講說 現在坐票比較不會 現在坐票真的比較不會 坐票因為很簡單 坐票很困難好不好 從以前就應該講以前就很難坐票 以前坐票都是中央在坐 不是地方在坐 因為現場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選 基本上選間那個人員其實大家都可以拍 而且現場那麼多人去看是很難做的 可是是有人會偷偷做 就是說在袖子裡面藏那個什麼 藏一些印章或是什麼 萬一對方的票數比較高的時候 看到對方票的時候 就想辦法給他弄污筍 藏在裡面 對啊給他弄污筍 污筍之後不會變成我的票 可是會變成廢票嘛 所以我們其實念那個歷史經驗當中 以前講說誰郭雨昕那是誰啊 都有廢票偏多的趨勢 就是這個其實就是以前傳統上面的 可是現在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我要補充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會覺得說好像夫人牌 或者是美女牌其實蠻有用 帶你這個出去就有掉了啦 我現在就是要講我們 我們上一次選舉的經驗 就是說到選舉後期很多地方 就我現在梁文綺已經跑過一輪了 那就想說大家知道他是誰了 所以就我就帶就是等於流污停薪 那因為他是七號 所以我就在那個背心上面 寫一個七子的七 然後寫上我就是某某某的 梁文綺的夫人林楚音 然後就把那號碼變成七 那我就走了一輪菜市場啊 然後走了一輪公園 大家還是說喔 這年輕人啊 可愛啊什麼 反應非常好 可是有一天我在服務處 就有一個人跑過來跟我說 小姐小姐小姐 嘿吼 我昨天回去你來跟我握手 我覺得你很有誠意 也握得很好啊 我就回家去看那個選舉公報 我看了一輪 你講你們七號喔 七號是男人的耶 我看旁邊六號啊 也是民進黨的 簡儀宴 你叫簡儀宴嗎 不過我看那個兄弟 又跟你沒什麼一樣耶 你還給你這麼親嗎 對 因為我就這麼親嘛 可是我想說我是妻子的妻嘛 那我就想說我選舉完一個創意 讓大家就覺得說我是妻子這樣子 結果你知道 後來他就說旁邊五號 五號王世間啊 不是啊 所以到底你是簡儀宴啊 你叫我王世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後來你知道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會不會真的很多人進去 就發現說找不到最後就投給六號了 對 所以有時候會弄也會沒有講清楚 有時候會造成一些誤會 沒錯 其實齁 我記得在這麼多選戰裡面 我有兩個畫面一直都在腦海裡面 永遠不會拿掉 一個畫面是蘇貞昌選台北縣長的時候 盧修毅 那時候他已經得癌症 後來大家都靠到這樣 後來啊 這個蘇貞昌當選 這不容易啊 在台北縣民營要當選 不容易啊 還有一個畫面是阿扁 他當時曾經抱著他的太太 上車 鐵漢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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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剛才有講到港東嗎 你後來要講那一招是什麼 同理心共民 你的口號啦 你說你有一句口號 不是 有一句口號就是我可以 你也可以 這是一個共民 因為當時我講完 我是 我把我的缺點變成優點 當時出來的時候 我是最無名的 因為我是犧牲打 因為當時南投縣的選情快要變成同合進選 就是說國民黨兩個 民進黨一個 那三個就不用投票 就三個都當選了 那個時候我就想出一個共民的方法 把我自己的缺點 轉換成優點去訴求 人家都搶我們散 老婆我賣碗粿而已 要跟人家搶什麼 沒錢沒錢 你搶我賣碗粿 好 我賣碗粿 我就是賣碗粿的小孩 其實我做小孩也都搶碗粿的小孩 我們在市場賣碗粿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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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就是吃碗粿大 那個時候我就把我這個 那個時候我那個大學的學歷都還沒有 我當時都還沒有大學的學歷 我叫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後買了再進修 那個時候學歷也不高 澎湃錢那個是財經博士啊 國民黨的陳志斌 那個人家都撲碗粿 學歷也輸人 年輩也輸人 沒有錢也沒有錢 沒有錢 那時候我就打一個口號叫做 我可以你也可以啦 我國中選立委 我可以你也可以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南東人 都跟我一樣 屬於中下階層 都甘苦人 搭倉理財 做工做產 做橫做法 是 我總要用這個做訴求 說對 我是甘苦人 我老父在命我過 沒關係 我叫我我過兒子 我過兒子 我可以 我可以到立委員 過去我那個時候以前的 南東人的立法委員 幾乎都是貴族 那不就是有特定的 那種家族 才有可能做那個立委 全憲性的選舉 不可能有人投票 我就是打著民進黨 然後用同理心 用共鳴 跟選民發生共鳴 有一天我簽 不然我就說 我老爸副總統 對啦 多少地堡 我可以 你不可以 那就是財團支持 我沒有啦 我就說 我是換過兒子 不會換過兒子 我可以到立委 你不會菜 你不會豬肉 老爸我可以 你兒子如果知道錢 你也可以 我用這個口號 就共鳴嘛 很多人就這樣欣賞我 我有一次去市場 掃接拜票 我穿一個選舉外套 對這個頭一天 一直走幾個 幾個市場都寫出來 吃一個歐巴桑 三塊 五塊 十塊 錢還在爬得這樣 要等我 這樣 這樣 這樣彈彈 那一天 我叫他 佐藩議員 再拚來 再算 兩千多塊 要三千塊 我說我丟了啦 你相信嗎 你們看我沒去 我會丟 那麼多人願意把他賣菜的 三塊錢 五塊錢 沒有 他那個賺十塊而已 他願意三塊錢 把我塞在口袋裡 我乖孩子 你就拚下去 拚下去 把我們市場 拚下去 拚下去 一口氣 那一次我當選 我不是吊車尾 澎百賢是超高票 他那個時候是全台灣的政治明星 他拿很高票 我是第二高票 民進黨有史以來在南投縣 三席我們就賺了兩席 而且是第一高票 第二高票 那當時就是 只有國民黨在爭最後那一席 我打電話告訴黨中央的時候 黨中央好多記者到處在找眼鏡 你南投就中兩席 沒有人相信 但是我 所以我提供那個 給全國年底要選舉的那些候選人 就是那種 產生共鳴 跟感動 其實是很重要 等一下再告訴你一個感動的例子 不是我啦 蔡王朗 我媽媽 早餐就要吃碗粿 中午也要吃碗粿 晚上也要吃碗粿 宵夜也要碗粿 你要感恩 我媽媽不會碗粿四十五年 好來我們先休息這段話 危機牌有效 感動牌有效 要有同理心 共鳴 這是蔡委員 做代表 做議員 做立委 這麼多屆 他的最深的感受 給大家傳授 還有一個感動的故事 那個陳澤南 過去那個 主流非主流鬥爭的時候 被非主流追殺得很慘 那時候連李登輝都保不了他 後來那個段清他就 退黨 退黨然後參加立委的補選 同時兩大黨幾乎就壟斷所有的席次 陳澤南退黨之後 後有他們國民黨的追兵 前有民進黨的強敵 所以那個時候他要當選真的很困難 但是因為他是受到非主流的破壞 那樣的背景 出來參選 我記得 明天要投票 前一天的晚上 陳澤南 他用一個非常感動的方式 用了一台大卡車 大卡車 然後陳澤南就跪在那個車道那裡 整個車道那裡 那他 他現在不知道整個 郵街示眾 對他就郵街 就告訴全高雄市的市民 我被非主流欺負 我被國民黨欺負 那因為民進黨的票也扳得很緊 所以要從中去取得那個 那個 游離間的那個選票去當選 真的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人看好他 就是那一天晚上 他那個圖子 然後他本人跪在車上 我知道的 看當時的媒體報導 好多的路邊在看的人 都脫下眼睛 說他那麼勇敢 為了台灣人 支持李登輝 然後去對抗 郝伯春澤 等非主流 你香港的郝伯春澤 對 等非主流 所以那個時候他 票開出來之後 他驚險過關 低空掠過驚險過關 那個也是一個非常感動 你說剛剛有兩個畫面 在你的印象中 這個畫面也是 在我的印象中 非常深刻 當時他被破壞 被國民黨追殺 我們還有客觀的環境 藍綠對決也非常緊奔 多他一起 讓在野力量 多一份實力 第一種的主觀條件 客觀因素 他當選 這個是感動的力量 你剛才說朱昇宇 這樣 在告別師的市場 那裡擠下去 抬下去 抬下去 像你們也是 分散市場要去 去之後 你要說得體 晚上有票 會說不對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大概就是 一般 一般 告別師比再不會去講話 除非你是家屬 拜託你介紹 昇宇 有時候昇 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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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裡 我去那裡 現場 都在主人家 或是他的朋友 在那裡找他 問說 新郎在做什麼 都這樣問一下 一次去 他就說 新郎在做什麼 在春年把他當作室 南大都 山褲都在那裡做室 我們想說 這年輕人 二、三十歲 現在輕人家 輕人家 到做室 沒有去那個 KTV 去躺那個 黑市摩尼 這就算真有事 其實就說 故意老室 好 輕人家 到做室 這個室 這不簡單 祝他 應有愛好 扎生的貴族 這個都要 整個都要 我去那裡看 沒有人要告訴我 問問 買了一個學生 啊 你們這裏做議員 那我做議員 每次去找蝴蕊 這在我村裡 都在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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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我想說 人家說好的 都沒有錯 買了想說 也有意思 要人家說好的 也要探討一下 不然就弄巧成做 我們也不能去 這個全人家 就算說 你不能加分 但是你要很小心 不要失禮 不要婚傷起 我們常常在開玩笑 講說 像明義代表很多都是 早上送故人上天堂 晚上就去送新人入洞房 真正辦事情不辦 比如說我講喜宴 我有一次 就差點吐氣 就是說 因為我跟那個新郎 新娘的父母親很熟 可是阿公阿嬤坐在主桌 那我就開玩笑講說 今天這大喜之日的 今天晚上 我就跟那個新郎講說 陳叔叔就告訴你 今天晚上好好搞 最好 就給他搞出人命 最好一次兩條人命 他說阿公那樣 那個臉就垮下來 你知道嗎 然後全場大笑 但是他爸爸跟我很熟 然後我下來以後 他爸爸就很緊張 阿公一直看我 一直看我 然後我心裡想說 可能他阿公誤會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要去 去主桌禁酒的時候 他爸爸就一直說 十四年的時候 叫我不要過去 然後他爸就開始跟他爸 跟那個阿公講說 人意外的意思說 今天最好 你就會有孫 最好是相思 阿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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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出人命 我趕快跟阿公說 阿公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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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公就好 你這樣說 我就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這樣 其實還好跟那個 主人家熟 剛才講到這個下跪 我們現在新北市 還有一個預言是這麼做的 只要看到他我們都先閃邊 等到他離開我們再進去 我還曾經被我們眷村的長輩說 你怎麼這麼不適相 我說怎麼回事 我也遲到 人家都跪你還不跪 我說 我只跪父母 更跪天地 那你不要選阿 人家無緣無故 非親非故都跪 你還不跪 你是村子的小孩 你還不跪 這樣子 這個還現在進行事 那我就做個名義代表 當然有很多 那天你有沒有跪下去 我當然沒有 我說現在我們看到他 我們就閃邊阿 等他完了我們才要進去阿 我沒有很尷尬你知道嗎 這是國民黨還是民黨的 國民黨的 還是女孩子 女生耶 當他一跪下去 所有人不是看他 通通回頭看其他的名義代表 我們那個議長阿 每次 我們議長一看到就 向後轉 沒有這樣的方式 當然每一個人 沒辦法換效果 人家雷修一直在改 有的人好人好路就沒跪 所以 我們好做好人的就沒跪 你才在來人跪 我不太不好 委婉 如果他是新人是有效 為什麼 很快的知名度 口而語相傳 但是當你要拼知名度 像我們選連任的 這些都沒好 要看你有沒有做事 可是這個東西 剛才在講說 你知道我當初選舉 一個宣傳車的笑話 我當然要代表選議員 因為其他區域也不認識我們 我就搞一台 各位叫胖卡 很可愛 我上面1比1的腳踏車放上去 再坐了1比1的小孩子在上面 那個頭是人家美容院 在用那個頭 身體全部手工打造 1比1很像很像 然後就坐在上面 然後大家都說 這很好笑啊 然後還有一段話題 結果一天傍晚 你知道 結果那個助理開開開 不知道上面有電線 結果咔咔咔 勾到脖子 頭掉下來 結果他後面喇叭車 全部一直來 他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 然後停下來 他說 孩子還在上面 頭掉下來 結果很多人就打掉 來服務處說 你不能這樣子 你這樣子的話 你家嚇死啊 什麼交通差點差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要打知名度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話題 都會帶動這個知名度 沒錯 可是當你要選連任 這些都要花招了 就要扎扎實實看 你怎麼做事 好 有沒有比較爛的招 其實是商人又商己 沒有票的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進廣告 來 這個是韓國在選這個 首都的市長首爾 他們的候選人 其實也是一樣 說 這個跪下來 這個 親吻土地 你跪他的 連宋2004年 好像也是跪下來的親吻土地 也是跪下來的親吻土地 不過沒有票 沒有票 那這個是 這個 這個墨西哥 他們要選總統 結果他的孫子 孫子 還在百度地 還沒選出來 趙超音波已經跟阿公舉 YA 我們票 所以他就出來說 我孫子告訴我說 已經當選了 你現在開始 還蠻好笑 他拿超音波 這會不會上新聞 會 會 那還好不是他對手抽到2號 哈哈 這何博文 這個博文 博文他會把這個面具拿掉 他就看出來他是變形金剛 他說他是正義的變形金剛 他真的站在街頭就穿這樣子在敗票 對 不是因為他的名字跟那個變形金剛 裡面有一個叫 柯博文 對 他說穿這個實在很熱 哈哈哈哈 那正橋頭 不過他打敗了這個板橋我們的美女裔員 對 他初選過關 那這是林毅氏 林毅氏在這個登記的時候 那他跟他的太太就全部的助選員 全部都穿聖誕老公公的服裝 當時其實聲勢是浩大的 印象是深刻的 那聖誕老公公其實通常都是在送禮物的 那想不到他是在收禮物 收禮物 林毅氏還有另外一張牌 也是打他的太太的牌 就記得去選立委的最後那一個禮拜 太太就是說被暴力攻擊 然後住院 然後非常孱弱的躺在病床上面 住院住了幾天 就是說到選前的最緊張的那段時間 你要打告急牌 要打悲情牌 要打那種可憐牌 訴求大家的同情心 這樣就會可以吸收到更多的票 那時勤你看過最爛的一招有沒有 有一招就是剃頭 就是其實有些人剃頭也就算了啦 反正就是宣誓一下你的決心 可是有一位好多鄭餘正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 鄭餘正因為他後來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因為他接了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之後 就婚外情 然後後來結果他又跟那個王小禪分手之後 又回到家庭 然後又要出來選立委 然後他太太就幫他剃頭 表示說他的懺悔 結果他的票超低的 就是說這一招已經沒效 他想要用這種 太太原諒他 然後我剃個頭 然後來宣誓我的這個 懺悔之意 可是就很難堪嘛 因為你當時在接收那個 天上掉下來禮物的時候的 所作所為簡直是 背離人之常情 但是我現在覺得蔡皇朗比較不大 那久啊 鄭餘正也沒叫不到 王小禪也會叫他 蔡皇朗做五回 現在蔡朗皇 媽媽不是啦 她就說蔡堂朗 也沒有爛招 爛招 因為剛剛那個就是 主持人講到那個墨西哥 那我是有找到一個就是說 那一次選舉 其實他們喔 在那個總統辯論的時候 還找那個playboy的女郎 來當那個就是 弟抽籤的 因為墨西哥人他們對於就是政治 沒有很感興趣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 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 是找墨西哥的 就是那個花花公子上的 花花公子女郎 來總統辯論裡面的 然後包括他們要選國會議員 這會不會我們有一個候選人 比較熟悉 對 我們今年說不定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如法在台北市長嗎 你們這些人現在正在使用奧波的 然後包括他們的議員喔 就是做那個上空的宣傳 直接就是爭取 不光是我們給他馬賽克一下 就是議員叫做華蕾斯的 等於是說 墨西哥人他們雖然就是 對政治沒什麼興趣 比較喜歡踢足球 所以他們就是搞進這種 色心山希望的 但是這些招都沒有用 就是收視率來說也不好 台灣也有一個女候選人 也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在高雄選 他要選的是立委嘛 徐曉丹 徐曉丹 你看名字還是比你熟 徐曉丹 他也是都脫衣服 然後以這個赤身露體的方式 沒有當選 但其實這種招都不好 就沒當選 就像我舉的這個例子 他們也是這樣 太過火啦 他的議員也是沒有當選 就只是成為話題了 操縱假民調是不是一個高招 是 其實我們來看就是台北市 在2003年那一次 就是有林重謀 然後有蕭美琴 然後有這個鄭運鵬 他們這時候在選舉前 其實那時候就是有一份民調 出來是說 林重謀跟蕭美琴的民調 已經很高了 請你們轉去支持其他 在當選邊緣的人 因為其實民進黨 他們最常用的就是一個 所謂聯合競選嘛 配票 對 那一次的應該是第六屆的 第六屆的時候 那一次就是除了 林重謀跟蕭美琴之外 其實還有鄭運鵬 然後高建制跟許國勇 那這樣的一個民調出來之後 其實他們黨內就引發了震撼 因為當然被點名的人 絕對就是覺得說 你這個一定是被不厚道嘛 但是其實那時候比較落後的 其實是高建制跟鄭運鵬 他們就出來開記者會 對 然後變成是說 他們互相在攻擊 有點緊張 不過有時候選舉是這樣 就是說 他雖然這樣炒作了一個話題 變成是他們五個候選人 都陸續出來開記者會 所以那一次破天荒 雖然超過假民調 但是五個人全部都上了 所以事後其實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羅生門啊 我們那時候跑這個新聞的記者就說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是在追說 因為是蕭美琴跟那個 林聰謀被點名 所以一定不是他們自己做的嘛 要刮他們的票 那是不是就是鄭運鵬跟高建制 可是鄭運鵬高建制 也一起聯合出來開記者會說 我們手上其實 哇 這個我們也很生氣 不是我們 當然我們也不是 我們雖然有危險 但是也不至於要做這樣子 對 所以結果就這樣 大家一起五個都上了 看過最爛的招 最爛的招就是斬雞頭 我覺得如果現在還有人 要發誓斬雞頭 去博取鄉運同情 可以嚇唬 但我看到斬雞頭 幾乎都沒有幫助 沒有 你要知道民眾那種 那種同理心 那種慈悲心 他可能斬雞頭的時候 會去吃 會去吃雞肉 但他看到你把雞 拉到廟裡面去斬雞頭 他是不會擔心的 你自己要當選 結果最爛的 所以這個最爛的招 斬雞頭就說 我覺得是最爛的 好啊 鋁頭呢 鋁頭是這樣 看什麼 我剛剛講要主觀的 主觀的因素 跟客觀的環境 這兩個配合起來 剃頭也有很多 你們最近不是一個 剃頭又絕食的